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希望各位能夠諒解 好,我們現在開始 現在第二次去黨,比較不熱了 你再給我歐元,好不好 好 各位 我在做學生的時候呢 總是翹課,在讀很近的台大法學院 我都不在上課 因為我那時候是台大大連會主席 我正務繁忙 然後當了老師呢 就翹班 為什麼呢,范雲校長 創立了這個 街頭民主學校的時候 我就厚著臉皮也上來任了一堂課 對不對,不過因為我天性舒染 兩名友都馬上 大家在排班,我就翹班了 所以我也沒有去找校長排班 結果呢,就翹了兩天班 結果昨天我們校長連環 哭到我家 幫我哭到我哭到我哭 今天你來報告 指定我11點兩堂 所以沒有辦法 我就回到這邊補課 跟各位道歉 那我個人呢 介紹一下我的背景 我是政治學的博士,芝加哥大學 University of Chicago PhD in Political Science 請抱歉,我還有一個神敗 不長親 叫做連鎮 我一位老教授 非常傑出的思想史專家 他幾年前 我還在教堂讀書的時候 他看到說連鎮要選總統 他就來問我 問我公 他記得連怎麼樣 因為他以前有教過他 因為他是他的學生 所以我抱歉給他公拍位 所以老先生就非常驕傲 我很抱歉給他講 他在台灣很貓貴 很沒人家 事實上 我們這些 比較真氣的學弟們 一直在醞釀說 要進行一個請願運動 收回 連戰的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 不及格 不過很抱歉 做台灣人的政治很難 因為台灣的政治非常難 所以我雖然是芝加哥大學的政治學博士 我卻在台灣的政治學博士 我卻在台灣的政治學博士 卻找不到工作 結果我們非常溫暖的台灣史研究所 收容了我 所以我就在歷史研究所工作 這兩天的這個課程裡面 看起來很活躍 各個學的都很活躍 偏偏就是我們政治學 歷史學好像比較少一點 所以從我在這邊稍微健躍一下 我就說 我來這裡 就稍微來代表一下 來家共這兩個學科 的那個 那個 私事陣容 這樣給各位 各位做一個說明 各位 希望各位可以理解這點 如果沒有政治學 跟歷史學的知識 我們這場公民抗爭 是不會勝利的 為什麼 大家最近喜歡流行一句話 叫做公民運動 公民運動 公開教會天安 好像公民運動神聖 不可侵犯 純潔 善良 道德 溫良工錢讓 各位 每比少 也許是這樣的 但是不要忘記 公民運動是一種政治運動 它是由民意代表以外的公民 通過直接的行動 當議會的審議失效的時候 由公民通過直接的行動 爭取為他自己擁有的民主權利 來達到他們想要的 好的 對的 政治改革 所以公民運動 各位 你們在搞的這些事情 就是政治行動 我們在那邊幹的政治行動 就叫做直接民主 所以呢 沒有政治學者 這麼參謀是不行的 隔壁很近的地方 就是台大法圈 就是以前江英華交的地方 那些台大正義學者在哪裡呢 然後另外 什麼叫公民 各位 公民不是一個真空裡面的公民 公民不是宇宙公民 所有的公民都在一個歷史的脈絡當中出現的 你們今天會在那個地方 為了要 爭取民主 為了要 保衛台灣的民主 為了要反對 不正義的 沒有程序正義的 以及內容非常危險的 福茂協議 這不就是因為這是台灣的脈絡嗎 你們不是在這邊反對公民 而是在反對福茂 在意外的你們是哪裡的公民 各位 你們是哪裡的公民 台灣人 當是什麼死 台灣死 所以你們知道了吧 我今天代表兩個重要的選科 各位要來補課才行啊 好 好 不過呢 通常我們上課的時候 有本末先後 通常第一堂課 可以馬上進入到課程的內容 第一堂課通常我會做一個討論 那我今天呢 用什麼方式來講我的討論呢 我今天呢 不講政治學 也不講台灣詞 我來講一點 這個學術跟教育 之所以可能 之所以有任何意義 的一個基礎條件 是什麼呢 就是出版言論 還有學術研究的自由的問題 我想我講到這裡 各位可能都已經有點知道 為什麼我要這樣講啊 因為呢 我想用我個人 受害於中國出版審查的故事 讓大家知道 一旦福茂協議通過之後 會如何影響到我們台灣的出版自由 以及言論 還有學術研究的自由 各位 我雖然不是所謂受害台商啊 我在台灣好端端的在那邊研究 寫作 結果我也變成了受害了 這就叫做中國崛起啦 中國崛起之後 你好端端在台灣做研究 寫論文 你也會受害 你也會變成當事人 所以各位 我今天是劇者 我今天不是學者 我今天是業者 我今天是學術研究 學術界的業者 要面對福茂協議出版後 可能威脅到 我們這個行業的基本生存條件 就是言論自由 而我是一個還沒有被簽約 就已經受害的受害人 Number one 我已經忍耐了幾年了 忍耐了十年了 鬼叉叉火 你不要罵 就把這件事情講出來 叫大家給我做個公道 好 我要講的受害的故事 就是我的一本書 各位 我曾經翻譯過一本很有名的書 叫做想像的共同體 有些同學有讀過 英文叫做 想像的共同體 這本書呢 一起來 民眾主義 Nationalism 這樣的一個想法 跟運動 它的起源 還要怎麼樣擴展到全世界 以及在這個過程當中 如何改變了全世界 近代世界的面貌 形成了我們今天所生存的這個世界 這樣的一本書 這本書 在三十幾年前出版之後 在三十年前 恐怕成為 當代全世界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裡面 最暢銷的一本書 Number one bestseller 它總共有三十三個國家的版本 三十一種語言 被人有信 編列為 繁體字的中文版 翻譯者 1999年在台灣 由時報出版 我感到很光榮 能夠參與這樣的一個 當代經典的一個翻譯過程 然後這個翻譯也得到了 很多朋友的支持 在我們台灣的學界 也成為一個小小的一個 Academic bestseller OK 那我就要跟各位說明公 我這個拍文 那這本書 各位 這本書的研究對象 如果有下一位Anderson 寫下一本想像共同體 今天我們在這裡的奮鬥 就會成為他們的研究對象 我希望我們今天的故事 是一個story of success 成功的故事 好不好 好 OK 我現在要跟各位開始講悲劇了 想到說完了 現在開始講悲劇了 因為台灣人很多悲情 我也有幾個筆錢 說給大家聽 筆錢 為什麼呢 這本書 全世界當代的人文經典 它在第一本出版的時候 我把它翻譯了 翻譯說它總共有 第一版有九張 原來第一版有九張 然後我幫它寫了一個導讀 這個導讀裡面介紹的我們作者的背景 它的思想的脈絡 還有這本書 裡面的學術上的各種討論 同時我在最後的一段 用這本書來討論說它對於我們台灣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台灣在面對世界強權的操弄 面對資本主義的侵略的時候 我們台灣如何去爭取自己的命運 稍微這樣寫一小段 結果呢 這本書出來了 各位 我把書都帶來了 各位看 這個是台灣版第一版 時報出版 想像的共同體 想像的共同體 完整的內容 沒有任何參銷 完整的內容 我們台灣還是有這麼一點點學術言論自由的 OK 然後呢 因為賣得非常好 然後呢 上海人民出版社移工 今天我把賣蠢 各位知道 中國崛起之後 他們覺得說 要成為世界霸主 要知道世界各種思想 表面上反西方 其實非常媚西方 於是他們西方什麼都要翻譯 可是 很不幸的 這本重要經典 被一個台灣人翻去了 很老虧 不定義 Anderson堅持說 這個事情要 要他明天要用我這個版本 意思來找台灣 於是出了一個簡體字版 那時候我人在米狗 我在芝加哥大學 讀博士班 在寫博士任務 我不知道整個的過程 有一天我在 因為美國收到了 這本上海人民出版的 簡體字版 簡體字版 等一下 一打開看 奇怪 那怪怪 再仔細一看 少了一張 The whole chapter 一張一整整 一張沒有了 哪一張 就是英文出版的最後一張 Captor 9 叫歷史的天使 這本書 它有完整的結構 它的論證 有啟程轉合 你出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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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說什麼 我們大國崛起 就把這最後一張給刪掉了 所以中國的讀者 表面上拿到一本 當代經典的翻譯 實際上拿到一本 不知所云的 然後 我在想說 為什麼他翻得 於是我回去看原文 為什麼他被把它刪掉 原來是啥呢 因為裡面我們 幽默的Anderson教授 稍微開了一下 周恩來跟鄧小平的玩笑 說這樣不行 說這樣不行 我們在這邊修理馬英雄 馬英雄沒有來修理我們 還不錯 我跟妳講 他目前為止 還沒有來修理我們 他還比中共好一點點 欸 本來在修理開一下玩笑 整張刪掉了 好吧 已經不知所云了 再仔細看了一下 我寫了導讀 最後一段關於台灣的反省 全面刪除 一個字不算 然後我要寫一篇 異後記 說明說 我們如何在海外的困難的條件上 閱讀這本書的感動 跟翻譯的過程 在最後一段裡面我寫說 我這麼多年來在海外求學的時候 我在台灣史世界 日本史中國史 和西洋史之間流離 我再說明說我自己的心路歷程 我怎麼樣很艱辛的去學習 各種多國的歷史 想把我來理解我們台灣的世界的位置 寫了一小段這樣的一個感性的話 結果他把我的台灣史三個字也刪掉 各位刪掉台灣史三個字 這個三個字 不是一件小事欸 對我來講 為什麼 台灣史三個字裡面 包含了兩個重要的東西 是我這個人生命的絕不認懂 第一個是台灣 我的祖國 第二個是台灣史 我的專業領域 他們刪掉台灣史三個字 刪掉了我的祖國 刪掉了我的專業研究領域 我變成一個沒有祖國的人 我變成一個沒有專業領域的人 那到底我是誰 我跟各位說 你永遠沒有想像 做一個學者 你能夠接受承受多深的羞辱 可是他們覺得那沒什麼啦 因為他一天到晚都在刪啦 他們的新聞劇很忙啦 幾個都在刪啦 結果 後來這個市集 這是出版的故事 first edition的故事 後來我告訴了Anderson教授 然後他很不爽很生氣 他有好幾次考慮 要隔海心送 想要再告中國史報的出版社 還有那個 上海人民出版社 後來因為實在是距離很遠很不方便 後來忍下這口氣 但是始終非常的不愉快 Anderson教授來到台灣兩次 三次 每次都要提起這件事情 每次都憤憤不平 各位 你不能夠討論到Ben Anderson這個人 他是一個愛爾蘭人 他是一個非常了解台灣困境的人 因為他是一個愛爾蘭人 他們也愛爾蘭幾百年受英國欺負 於是他了解台灣人如何受到強權欺負 所以呢 他為了要替我出一口氣 為了替台灣出一口氣 他在新版 他會來修訂 修訂新版 多寫了一篇文章 最後一個chapter 在裡面 他描述了這本當代經典 如何在全世界旅行 變成了31種語言譯本 旅行過33個國家的故事 其中他就講到了第一版如何被粗暴的 三層的故事 這裡面他有兩段特別提到 他提到我這個人 成門他愛護 Ederson是一個愛護晚輩的人 成門他愛護 然後因為他有讀過了 我們芝加哥大學博士論文 他很喜歡 那裡面那篇論文寫的是 自治時期台灣人的民族運動 的抗日運動 於是呢 他非常稱讚 而且多稱讚了幾句 然後說我們當時這本時代台灣民主主義的分析 很有原創性 很精彩 這樣黑漏兩句 這段刪掉 別人說台灣人數 別人說台灣人數 別人說台灣人數數 都別人說 還有一整段 他講到說 後來 我們上海人民出版的時候 看到新版出來 於是再跟時報講好 他們也要出簡體字版 然後只能出我的版 問題是怎麼辦 我們固執的Anderson先生 在新版裡面又罵了他們啊 怎麼辦 刪掉 他把他們錯罵一度 結果在 我們的上海人民出版 是那邊的人 之無其此 不甘味啊 後來我又收到他們的版本啊 各位 各位胡諾要提 用金雞咧 進來了啦 一人漂亮啦 裡面的東西全部刪掉了 罵他的全部刪掉了 B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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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各位 我吳瑞人是無比小足啦 我夢夢無文啦 沒有學問沒有地位啦 我滿腦袋都在想台灣啦 好啦被你中國刪就算了啦 而中國的思想警察 竟然把世界史的大思想大師 談論世界史的經典作品 連續刪了兩次 B群啊 B群啊 我們只差沒有告他呢 不過我請問的 我們要去哪裡告那個 那麼強大的霸權 媽的 真的不愧是大國崛起 氣迫非凡喔 B群啊 B群啊 各位我給你公結了就位啦 我們政治學上的一個笑話 最近中國的一群國官 國際關係學者 宣稱說他們搞出了一道新的理論典範 超越了一切西方思想的典範 那個名字叫做什麼 叫做天朝主義啦 天朝主義啦 意思說和平崛起啦 不用無力啦 讓大家周邊的鄰國畏微福德啦 騙笑欸 三思出定理樂 也跟你不一樣對我們三思想壓制 這樣叫做天朝主義 這張卡牆也要稱霸世界嘛 我現在要講到中間嘛齁 今天那個江儀化出來齁 各位真的是老老實實在跟他演那齣戲 我看的時候就覺得很無奈 江儀化 你申請連續幾年申請國歌會納稅人的錢 寫一本什麼不痛不癢的自由民主的理論 中國會刪你一個字嗎 你敢挑戰中國嗎 你知道文章出竹在中國不是被禁就是被刪嗎 你吹去什麼跟業界溝通 你騙笑欸 你有按我們學術界溝通嗎 因為我們學術界也是一個業界啊 我們需要思想言論跟出版的自由啊 你有跟我們溝通過嗎 更直接一點 我像台灣人一起 我像台灣術商一起 所以就會被刪 那以後簽了服帽 以後簽了服帽 他們掌握了台灣出版業 你能夠保證他們不會在台灣刪 台灣或者台灣史這些字眼嗎 你還不然你的錢 裡面有台灣人一起 他媽的就要變成中國台灣地方 是不會變成這樣嗎 台灣史就要變成中國台灣地方史了嗎 你們這些混帳 有來跟我們這些台灣史的業界溝通嗎 各位都知道 全世界全世界都知道 我無謀人支持台灣自主獨立 那麼以大家崛起了偉大中國人 掌握台灣的出版界以後 我們這些台灣派 不是都不能出書 沒辦法寫文章的嗎 各位 你知道全台灣有多少台灣派 你是什麼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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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這麼多台灣派 兩千三百萬個台灣派 我們都是業界 我們都是業者 我們都是利害相關人 因為是這個時代 是網路的時代 每個人都是作者 每個人都可以出版 我們每個人都要面對同樣的威脅 言論自由的威脅 各位 這件事情不是學界的事而已 是各位大家的事 沒有溝通 你有來跟我們溝通嗎 你有來跟我們這些台派溝通嗎 好民意先生說破了嘴 楊耀葡口婆先生說破了嘴 告訴你出版業 不能淪陷 你沒聽到嗎 你變成了 你嚇死人了 你這個偽自由主義者 假自由主義者 我承認我們台灣 仍然有一些認同上的差異 我們沒有要求 你非要這樣 我非要那樣不可 未來跟中國的關係 我們也沒有一個非要怎麼樣的答案 但我們知道我們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我們有任何的差異跟衝突 我們都會民主程序自行解決 不讓你來干預 自由主義的真諦 就是容忍多元跟差異 你趕快說你自吹自己是自由主義者 因為你知道嗎 你連為我們台灣的多元認同 多元價值 背後基本的條件 也就是言論自由 保持一個基本的物質條件 你連這樣都不做 你透過經濟 以經濟之名 要出賣台灣的言論自由 透過出賣台灣的言論自由 要出賣台灣多元 台灣因為多元而精采 你要出賣台灣的多元 你這個我也自由主義者 各位 我們suppose在這裡是在上課 所以我用想像共同體 這本教科書 連續兩次被刪的經驗 這種深深被羞辱的經驗 來告訴大家 出賣教肌放進的言論 讓福茂通過 各位以後都沒有教科書可以讀了啦 還要上什麼課 別笑 別怕說上 你知道嗎 各位有沒有聽過一個很好笑 當到一個 我認為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天才的表現 叫做欺負獎 有沒有聽過 欺負獎 各位 關心世界大師的公民 你們一定要知道 中國有一個非常天才的發明 中國共產黨有一個天才的發明 關於思想言論 天才發明叫欺負獎 共產黨對 全國大專院校下面的指令 這些老師們在課堂上講課 有七個題目不能講 我讀給大家聽哪七個題目 普世價值不要講 新聞自由不要講 公民社會不要講 公民權利不要講 公民的共產黨的歷史錯誤不要講 權貴資產資產階級不要講 司法獨立不要講 那我們還要講什麼 那你們還要學什麼 難怪鄧小平收回香港的時候說 五十年不變 五兆跳 馬兆跑 他以為我們台灣都是輸嗎 所謂自由主義者江一話 你會不了解我們的疑慮嗎 我們因為這樣 中共這種 這麼糟糕的紀錄 這種欺負獎 這種錢之言自由 各位 受害者在這個地方 你們都是潛在受害者 我們的疑慮 你會不知道嗎 你當然知道 你裝作不知道而已 你裝傻裝可愛 你是政治學者 各位 他不只是政治學 他是搞政治哲學 政治哲學在做什麼 政治哲學是在討論說 什麼是對的 What is right 對的事情是什麼 這是政治哲學最重要的一個主題 他還是研究什麼 漢娜二蘭 一個猶太的女政治哲學家 的一個思想 號稱是這個樣子 各位 知不知道說 漢娜二蘭這位女政治哲學家 她如何逃過 想辦法逃過納粹的魔掌 用生命來寫政治哲學家 是哲學嗎 漢娜二蘭說的話 她忘了嗎 她說 我們猶太人 被剝奪了全世界 因此我們也被剝奪了做人的權利 我們猶太人被剝奪了我們的世界 因此我們也被剝奪了 human condition 做人的權利 你不顧我們台灣的思想自由 你胡亂引進服貌 你為了那幾個財閥惡霸 剝奪我們台灣的思想自由 剝奪我們台灣人經過經典的閱讀 經過書寫這些作品 突破全世界的政治封鎖 和全世界連結的條件嗎 我們台灣人已經受到太多孤立了 政治上孤立 強權孤立我們 現實孤立我們 但是我們台灣人很勇敢 很有創意 很樂觀 我們用盡一切辦法 我們用理念 用價值 用思想 用創意 跟全世界聯絡 我們的創意 我們的思想 的基本前提 是言論自由 是出版自由 他要把我們的創意 思想 跟全世界連結的橋樑 把整頓給剝奪 你要剝奪我們台灣人的世界 乃至於剝奪我們台灣人的世界 有權利嗎 這樣一話 同樣是研究政治哲學的一個學者 我為你感到羞恥 各位 我不認識你 你不認識我 但是我們在一起 你我冒著韓風 在這裡保護台灣的民主 我們交錯的身影 構成了一個最美麗的想像的共同體 在這裡 這個想像的共同體的名字 就叫做台灣 這幾天我有一個日本朋友 他是福西馬福島出身的日本朋友 學界的朋友來台灣訪問 這兩天我都有帶到現場來看 他在台灣 他看到這樣的一個場面 深受感動 看到台灣的青年 看到台灣的民眾 為了台灣的民主 再不顧身出來保衛台灣的民主 這樣的一個美麗的風景 他深受感動 跟我說了一句 讓我痛哭流涕的話 他說 過場 吳先生 一個保衛民主的島嶼 全世界都應該保衛它 一個保衛民主的島嶼 全世界都應該保衛它 一個保衛民主的島嶼 全世界的人都應該保衛它 各位 各位我把這句話送給各位 各位的勇氣跟熱情 把我們台灣重新定義 我們不是只是一個經濟奇蹟 我們現在是全世界民主的象徵 台灣現在經由各位的行動 已經被重新定義為 全世界民主的象徵 全世界都在看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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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透過我們的行動和勇氣 突破了現實主義政治的圍堵 受到全世界有人的道德支持 各位 給自己一點掌聲吧 加油 好 現在 我來說個結論吧 芝加哥大學 我的母校 芝加哥大學的政治系 我的母系 有一個非常非常有名的 國際關係學者 叫做John Miller Scheimer 他去年來台灣訪問 在中央研究院發表了一個演講 後來把這個演講稿寫成一篇論文 一篇論文的題目叫做什麼 有沒有人知道 Say goodbye to Taiwan 向台灣說再見 他說 中國崛起之事已成 美國已經無力圍堵 台灣已經無路可出 簡單講 這就是這篇文章的論證 我要跟我親愛的老師說 BULL SHIT BULL SHIT 各位 讓我們把這句話改寫 我們把say goodbye to Taiwan 改寫 我們改寫說 Say yes to Taiwan Say yes to Taiwan Say yes to Taiwan Say yes to democracy Say yes to democracy 這個傢伙聰明決定 的學者 千算萬算 算中國 算美國 算日本 算盡 星期就是都算了 台灣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決心 你不是這樣 我覺得勇敢的台灣人 各位 最後 我設計了一個簡單的口號 你們跟我來揮舞口號 讓我們把這個韓風給驅離 讓我們大家彼此溫暖 好不好 好 當我說台灣 各位就說yes 當我說democracy 各位說yes 這樣好不好 好 OK 開始囉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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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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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democracy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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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 路還很長 大家加油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